全球,Amazon會員日網絡崩潰, 更面臨罷工威脅。 網購巨頭Amazon.com 星期一下午開始36小時的會員等買日Prime Day, 本來是備受期待的銷售高潮, 但就因為網絡故障, 導致各大媒體標題都是會員日網絡出問題。 Amazon原先估計一個Prime Day會員優惠日, 可以達到34億元銷售額, 較去年增長四成。 不過開始之後沒多久官網出現問題, 之後Amazon的其他服務, 包括街用聲控儀器Echo, 和視頻平台Prime Video都出現問題。 社交媒體監察機構Crimson Hesingan指出, 到星期一為止, 社交媒體有4670個標貼, 都是與Prime Day的出事有關。 八成有關Prime Day感受的網上意見, 都是表達憤怒或苦惱。 也有購物者表示什麼問題都沒有。 網站監察機構Edplan的首席科技官Anthony Eretz表示, 問題來自軟件更新時候出現的程式錯誤。 理論上幾個小時就可以收復。 他說Amazon對處理高流量的交易很少出現問題, 而保安方面遭到客客入侵的機會也很微。 雖然問題出現, 但是Amazon宣稱, 今年第一小時的交易量, 較去年開買前幾小時更多。 除了網絡罷工, Amazon在歐洲也出現了大規模罷工。 1800名在西班牙的Amazon員工在Prime Day罷工。 而德國工會工人也準備在星期二罷工。 工會發言人表示, 罷工是因為覺得Amazon賺大錢之餘, 就對工人的醫療保健福利減少。 而Amazon的發言人就聲稱, 承諾會為工人提供正面的工作環境。 天后惠視記者梁麗娜報導。